新鴻基地產元朗倚聯早在去年推出市場 並且在今年年初減價重推 上個月陸續入伙 今次看的單位是用面積770多呎 三縫套房令家工作間 業主今年3月以約網650萬買入 轉價鹽樓之後 因為整體手工質素令人跌眼鏡 單位問題多多 好像地台不平 部分玻璃有氣泡及雜質等等 新鴻基地產元朗倚聯屬於中低密度發展 連同樣房提供任務780個單位 今次驗收的單位近780呎 三縫套房開職 令家工作間 驗樓師說新地樓的交樓質量一向令人滿意 不過今次就問題多多令人失望 全屋由客廳去到睡房多個角落 地台不平 主人房近窗這一邊尤其嚴重 客廳擺電燈水尺位置 只要擺傢俱的位置 中志剛說一定要找發展商擋平 否則會令傢俱變形 通常都是買邊位的 可以拆一部分出來 刨一刨底板 再刨底板就可以了 如果較為重一點 較為大一點的櫃 你強行放進去 耐久了整個部位會變形 就向地台車變形 單位內部分玻璃窗有崩發 露台這幅有大量氣泡 學房這幅窗的玻璃就有雜質 通通需要更換 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沒有那麼多的 在裡面的 頂底的瘦跡 我就擔心這粒是類似鐵粉的 如果是金屬的話 長期曬得多 我怕金屬膨脹會不會迫爆玻璃 所以我覺得這玻璃 盡早換了才好一點 因為我相信這裡也挺好太陽 相比起主人套切的浴缸 玻璃問題是少 下面其實現在就濕了 即是我在這裡灑水 水就會流到浴缸底 中治光說流水問題要盡快處理 要不然手尾也挺長 我看到這條金屬膠 一直下來的時候突然凹進去 即是說 裡面可能沒有一個 即不是雲赤牆頂住那個位 可能在裡面有空位 一定要找發展箱跟進去 將周邊的防水做好一點 要不然每次洗澡水 埋到牆也有機會落下 眼前的景色感覺舒適寫意 遠望是臨村郊野公園的山景 業主就是被這個環境吸引 今年3月以約網650萬買入單位 全屋有三間房之外 還有一間有某40呎的工作間 這裡裝的同樣是梗槍 估計是跟政府批准的時候 要求要有減低噪音的措施有關 整個屋遠的設計 向後面是一條大馬路 你看這裡是高速公路 全部望向這邊都是廁所位 加上就算這裡有一間房 其實它都有窗但不能開 最大原因我相信是噪音問題 變相也不可以當正常的睡房 因為睡房一定要有通風窗戶 去廚房打開工作平台的掩門 就清楚看到 這邊是對著樂役不住的錦田公路 聽起來也挺吵 單位設計都有抵贊的地方 好像走廊的天花有特色設計 原來是為了隱藏幾個山口 方便維修 它這個開山口做得比較有心機 因為很多次都是一塊木板 就油油 但起碼它現在用一些凹位 感覺上好像有些天花設計 從而希望遮遮醜 就不割山口的接駁不厲害 是比較好的 亦都是分開不同的山口 也方便去維修 要不然將來要整個木板 拆下來就麻煩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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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